如今以黄飞鸿为主角的影视剧已达百步之多 荧幕上的黄飞鸿是一个除奸成恶 侠干义胆 就百姓于水火的武术大师 但历史上真正的黄飞鸿真的如此吗 他的一生烟沛流离 虽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却致使徒弟儿子相继死于他人之手 晚年更是连棺材钱都拿不出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黄飞鸿的真实写照 黄飞鸿出生于广东佛山 父亲名为黄祈英 是当时广东石虎之一 少林鸿泉的第四代传人 虽说是习武之人 但黄飞鸿穷苦出生 一生考卖艺为生 因为知道卖艺讨生活的苦楚 黄飞鸿不希望儿子习武 一心想让他做个读书人 于是父亲用仅有积蓄 把黄飞鸿送到了学堂 可事与愿违 黄飞鸿对读书毫无热情 反倒一直逃学 偷学父亲的武功 想像父亲一样成为江湖之人 黄飞鸿看儿子没有读书的志向 对武术却很有天赋 这才转变心思 将武术传授给儿子 一起卖艺为生 黄飞鸿学武速度非常快 而且很会融会贯通 不久他就学会了父亲的绝学 武和双心拳 12岁黄飞鸿就在当地小有名气了 人们慢慢对少年黄飞鸿 产生了格外的好感 他的每一次演出都会吸引很多人 但真正让黄飞鸿名扬佛山的 还是一场街头比武 当时一位武术大师名为郑大雄 擅长钓鱼棍法 因为演红黄飞鸿的生意 便想着要教训他 而黄飞鸿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爽快地接受了挑战 最终黄飞鸿用了一招 家传的四象镖龙棍法 将郑大雄给打倒了 一时之间佛山所有的人 知道了少年黄飞鸿 他叫郑大雄 他那艘钓鱼棍是非常厉害的 为了利益的关系 他用了钓鱼棍挑战他 当时黄飞鸿就派了黄飞鸿跟他打 黄飞鸿当时用了这个棍法 就是我们洪家 四象镖龙棍 同年黄飞鸿父子在漫议期间 突然看见同属广东石虎之一 铁桥三的徒弟林浮成 遭到仇人的追杀 行侠仗义的两人便出手相救 事后林浮成为报答救命之恩 不仅和黄飞鸿结拜成兄弟 还将鸿门的武功铁线拳和飞鸵 倾囊相授 自此黄飞鸿的拳脚技法 更加卓越出众 可谓是几百家之长 功夫大有所成之后 黄飞鸿开始想要行走江湖 于是他从佛山去到了广州 初到广州就遇到了强盗打劫 一向一泊云天的黄飞鸿出手相救 凭一己之力将十几个蒙面强盗打跑 他还被当地尊称为红泉大师 武艺高超 行侠仗义的黄飞鸿 很快在广州声名远扬 留下了不少惩奸除恶的家话 不仅被聘为高级武术教练 还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20岁开设了第一家武馆 甚至黄飞鸿的名气还传到了香港 当时有一位盛气凌人的英国人 牵着一只很大的狼狗在香港射雷 公然对华人侮辱 当时有很多人看不过去就和他鄙视 但都被狼狗咬伤 这时英国人更加肆无忌惮 气心挑拨 不久黄飞鸿得知此事 立刻前往香港鄙视 最后黄飞鸿又一招猴姓拐脚 当场把那只狼狗给打死了 随后又把这位英国人给教训了一顿 黄飞鸿的这一意举 让围观群众拍手称快 黄飞鸿的侠名再一次被流传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他开始被当地的官员注意到 1882年黄飞鸿被广州水师提督吴全美 聘为军中积极教练 他将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地狱外地上 正当黄飞鸿在军中十分顺利的时候 父亲黄启英与广州水师提督吴全美相继并重去世 他萌生退役 辞去了军中职务 在广州仁安街开了一家医馆保之林 黄飞鸿便一边传授武艺 一边治病行医 起初人们只知道黄飞鸿武艺高强 不知道他和父亲学过中医 所以没人来找他治病 直到有一天 黑席军的将领刘永福 因为在战场上从马背上摔伤了腿 多处求医都没有治好 后来刘永福听说到黄飞鸿的侠名 便让他给自己治 而黄飞鸿也是不负所望 仅用了七天时间 就把刘永福的腿脊给治好了 他还专门制作一块木匾 上面写着医术精通送给黄飞鸿 来保之林看病的人与日俱增 黄飞鸿在看病之时 遇到贫困的病人 他从不收医药费 之后刘永福还聘请他为 黑旗军军医官和机器总教练 黄飞鸿开始了第二次军旅生涯 1894年 黄飞鸿跟随刘永福驻守台南 与日军机占了五个多月 但最终刘永福手台失利 黄飞鸿不得不再次返回广州 此时的他心灰意冷 从此退出武林 不再收徒 只是玄虎进士 治病救人 除此之外 他还在保之灵门前写着16个大字 五亿功夫 难以传授 千金不传 求是莫问 一时间 广州的武林界 没有了黄飞鸿 从小闯断江湖的黄飞鸿 除了人生际遇不平坦 其婚姻也很不顺 他一生结过三次婚 一次妾 因为前三次婚姻 妻子都相继病逝 黄飞鸿为了消遣时间 他喜欢上了武师 且记忆高超 还被誉为一代狮王 更是排除重男轻女的世俗偏见 最先传授女弟子 开创了南越女子武师先河 在五十期间 他遇到了19岁的莫贵兰 这个也是影视剧中十三亿的原型 因为当时社会盛传黄飞鸿客妻 于是他将莫贵兰纳为了妾 莫贵兰既是他的妻子 也是他的学生 婚后他把自己所学武功 毫无保留地传给了莫贵兰 他还一度被称为莫老师太 黄飞鸿一生收徒过万 儿女众多 但他的悲惨离世 可以说与他们的遭遇关联颇深 社管期间 黄飞鸿让爱徒梁宽来担任总习教头 梁宽为人正直 却极为冲动 一次他在街头为人打抱不平 却被一群恶霸刺杀而死 黄飞鸿为此痛彻心扉 还引以为戒 告诉弟子们 不要轻易意气行事 可悲剧仍没有就此之步 黄飞鸿的二儿子黄汉森 与他极为相似 也是最受黄飞鸿器重的一位 深得父亲的真传 但树打招风 招来的都是一些 阴险狡诈之辈的嫉妒 其中有一位名为鬼眼梁的人 每次挑衅梁汉森都以失败告终 恼羞成怒的鬼眼梁 将黄汉森灌罪 趁机开枪打死 晚年的黄飞鸿接连失去爱徒爱子 为此他发誓 不再叫儿子们习武 就在黄飞鸿陷入丧子之痛时 又以恶号来临 1924年广州商团发生暴动 机关一带的商铺民宅 全部被烧 一夜之间 这个养活黄飞鸿一家的保之灵 成为了废墟 这一连串的打击 年事已高的黄飞鸿 承受不住变故 一病不起 第二年就在广州 承西方便医院去世 享年69岁 一代武学宗师 最终落幕 令人唏嘘的是 黄飞鸿去世后 此时家中已是家徒四壁 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最后还是由弟子 郑秀琼等人的帮助下 举办了葬礼 才得以入土为安 多年后 黄飞鸿的弟子林世荣 为把武术发扬光大 在广州 香港等地 涉管授徒 而黄飞鸿的盛名 依旧流传在 东南亚 以及欧美 等十余个国家 这才有了黄飞鸿的 再传弟子 这时的黄飞鸿一生 与影视剧相比 充满了坎坷和曲折 七岁根夫曼毅 二十岁开馆授徒 他希望自己能够保家卫国 但处于乱世之中 英雄无用武之地 黄飞鸿以弘扬国粹 荒扶正义 出墙扶弱 在武术界 留下了筷智人口的意识 被世人广为传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播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爷爷的功夫 是练得很精湛 很能力的 他练到熟到 那只脚快到 即是出脚很快 一出就得收 现在形容无影 就是快到 好像没有影 没关系 没有 没有